我们人体 本来就是好多层面组合的 有生理的层面 有生化 有情绪 而也有结构 结构还不光是我们的脊椎 一个人是几面一体 几面合成的 所以结构 其实它跟心灵分不开的 心灵层面一致 强化 其实结构自然也放松 没有一个local disease 一个局部的疾病 全部疾病都是全身的 systemic total body 只有症状 是局部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在我们的架构的结构的问题 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调整 调整这个中心 调整这个结构的 本来的健康 有三个主要的原则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 反转是从知识开始就反转 我们人全部都是往内 往内这样子转 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喜欢 好像一种说 往内说 那我们这里要不断提醒大家 往外 那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还记得都是在一个 交感这个神经心的 有过度的这个 运作 有过度的这个活跃 突然我们要反复 是要做副交感 让我们一个relaxation response 让我们放松 放下 那我们在反转的这个过程 大家记得就是 要稍微停留一下 多说是分段的去做拉伸 拉伸到一个底 停下来 守住 接下来还可以拉更深 不会受伤 是这样 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 共振 我们有 有个骨隔的架构 骨隔架构 它有个GERO架构 它的密度 Density 很重 跟我们空气当中不一样 所以你要影响到 这种架构 这种组织 共振是最简单的方法 用Pi 比如说Pi Pi Pi是有点是GERO 骨隔嘛 骨头 跟肌肉骨头 这样子打到共振 相当大的效果 随时都会用到的 而且随时都可以使用 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因为一个人 他结构 舒畅 结构放松 一个人 其实心情 这个心灵的层面 也跟着放松 所以 我们走到最后 还是回到心 感谢观看